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四经是指德 道德的德 人 人爱的人 义啊 义礼的义 礼 礼节的礼 这四种准则不能树立 经是常道 也是真理 这是经的意思 指常行的义礼准则 那么这四种常行的义礼准则 如果不能够树立 这个就叫事经不立了 那么这条讲 一个国家 金主 就是现在讲的领导人 如果缺乏德行 百姓就会怨恨 所以做一个金主领导人 首先必须有德行 那么金主领导人 如果缺乏仁爱 百姓就会纷争 金主领导人缺乏德行 百姓就会怨恨 那缺乏仁爱 百姓就会纷争了 金主没有正义 百姓就会叛乱了 上面的领导人 如果没有正义 做事都不合义理 百姓也就会叛变了 作乱了 国家没有理智 没有治理作业 百姓就会混乱 无序 就是没有标准 没有秩序 因为国家没有治理作业 我们中国民国成立以来 就没有治理作业 到现在也没有 所以是一个乱世 那么这四项 准则不确立 就是无道 无道而不灭亡 这是从未有过的 这个就会亡国了 因为无道就会亡国 势经不利 那么最后的结果 就是亡国 中华民国建国以来 就是没有治理作业 所以到今天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古圣先王 给我们讲的 这些都是真理 老祖宗讲的这些 都是真实的道理 如果我们后代子孙 不接受 不遵守 就注定要失败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明了 要学习 要落实的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真仗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